巴西铁娘子罗瑟夫在恩施 也就是前总统鲁拉的陪同下 星期一抵达首都巴西利亚参议院大楼 接受质询 只有不足三天的时间 证明自己没有违反财政法规 修改预算案 遮掩财务漏洞 罗瑟夫接受质询时不改强悍本色 声称2014年蝉联总统后 国会就一直用尽一切方法 推导他所领导的政府 重申自己被负责莫须有罪名 是政治恶斗以及政变下的受害者 议会厅内的罗瑟夫 振振有词 而在议会厅外 左派组织也在巴西全国各大城市 号召民众上街 声援被止含冤受辱的罗瑟夫 结果一呼百应 满腔怒火的民众 从白天示威到夜晚 要求带总统特梅尔下台 认为这名青商的领袖 联合商界和政治精英 逼走全民总统 结果警民冲突一触激发 巴西上议院估计星期二 或最迟星期三就会投票表决 是否永久 隔除罗瑟夫的总统职务 不过要达到门槛 就必须要获得三分之二 也就是54张支持票 而当地媒体联系 所有参议院后 宣称已经有52人决定 隔除罗瑟夫